首先我們還是用First Order來看 叫General的First Order 那我們下一張呢 不是General Second Order 大家注意那個title 這一張是General 因為First Order還不會很難做 所以我們用一般的 任意的 非線性的都不管 但是呢 二階以上非線性就會很難 所以下一張 你如果去看topic 它是linear 不是General的 叫linear second order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General First 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所謂General呢 它的差別在哪裡呢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呢 事實上 我們最常看的是這個 y'x 我已經開始改入x了 對吧 因為它不一定是時間啦 OK 它已經不一定是時間 因為前面幾乎都在做時間的啦 y'x 呢 它是會寫成 General First Order ODE呢 你可以寫成這個form 也可以寫成什麼form呢 寫成這個form 你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隨便呢 舉個例子 假設呢 今天看到的是這個式子 這能解嗎 會不會解 可以 可以解 啊能不能算 解 不能解是一回事啊 寫下來當然能解啊 但是能不能算 能算的意思就是說你戴進去慢慢算你還算得出來 對不對 有些根本沒辦法 必須靠電腦算 OK 像這麼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題目 基本上當然能解 但是呢 很難算 OK 而且呢 它的式子沒有那麼單純 好 那這個寫法能不能寫成這個式子 事實上 這個就是這個式子 所以你用這個寫法是第一式的寫法 那第二式的寫法 f 是這個樣子 它是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還是單純的 對吧 我們再來看 第二種寫法 如果說我的fx 我把y'x 把它平方 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對吧 我把它平方 請問這個能不能寫成這個 當然不行 太難寫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個式子 你可以用2來寫 但是呢 1是不可能的 這個 你可以用2寫 你也可以用1去寫 這寫法都可以 那哪一個比較general 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第二個比較general 對吧 懂嗎 那哪一個比較好解 當然是第一個比較好解 對吧 我們底下要解的 都是第幾個 都是第一個 所以還是簡化的 但是它還是general OK 那光是第一種形式 解法上面就有各式各樣 沒有那麼單純 那所以先讓大家了解一下呢 我們底下要探討的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它事實上還真的是蠻複雜的 另外一個 來看 solution 本身 它有幾種 一個叫 implicit 一個叫 explicit 有一種呢 你去把它解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 y 它真的可以寫成一個 x 的函數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真的可以寫成一個 x 的函數 那這個叫做 cross form cross form 的意思就是 它可以表現出來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會稱這一個叫 它是一個 explicit solution explicit 就是很明顯的啦 很明白 很明確的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OK 它就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沒有辦法寫成這個 form呢 我們就稱為 otherwise 的話呢 我們稱為 implicit 它是一個不明確的 那 implicit 就是暗示啦 imprime 嘛 就是暗喻什麼 就是它不是沒有辦法很明白看出來的 這叫 implicit solution 好 那我們一樣的 用例子來看 假設呢 我要是有一個函數長這個樣子 OK 我長這個樣子 那麼 y 的 x 會等於什麼 a 的 1 的 3t 加多少 啊 減2 是不是這樣 你會得到這一個式子 如果我再給你 y 的 0 等於 0 的話 OK 那麼這邊會多少呢 2 對不對 所以會兩倍這個 OK 換句話說呢 我有一個函數是長這個樣子 那麼你去解它的時候呢 真的跑出來一個 file of x 的函數 OK 所以很明確的 它就是 x 的函數 對吧 所以這種解 就是過去我們所學的那些解 我們稱為什麼解 impriset 還是expriset 它是一個明確的 solution 假設呢 我有一個 first order ODE 這也是 ODE 喔 它不是 CODE OK 因為它沒辦法寫成 Y' 加 AY 加 PY 等於 Q 沒辦法 它寫的方式是長這個樣子 OK 那你能不能找到這個 太難了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 這個還不能等於它 對吧 但是呢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這個當然是湊出來的啦 叫大家認真去找 要找很久 我們來看一個 XY 加 S 平方 減 EY 等於 K 要是我的 Y 呢 滿足這個條件 注意喔 這一邊都沒有微分 這一邊都沒有微分喔 Y 跟 X 是有關係的 對吧 Y 跟 S 的關係是長什麼樣子 不知道 因為這裡有 Y 這裡有 EY 沒辦法解 解不出來 還是現在大家危機分很厲害的這個可以解 不行啦 包括我在內容沒辦法解 但是呢 你對它微分看看 我們對它微分呢 會得到 Y 加 S Y' 加 2X 減掉 EY 等於 0 它會得到這一項 那這一項 你把它整理一下 會得到什麼呢 Y' 在這裡 OK 稍微搬一下 也就是你把 Y 減 Y 加 2X 在這裡 Y 加 2X 把它放在一起 OK 這裡還有 Y' Sorry 這微分的時候還有一個 Y' 然後把 EY 減 X 放在這一邊 你會發現 EY 一定會等於 EY 減 X 然後 Y 加 2X 換句話說呢 這一個有沒有解 它是有 Solution 喔 它的 Solution 長在哪裡 長成這個樣子 OK 那是不是只有這個樣子 這要證明 OK 它的長相 那當然是可以 最後就是它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邊 K 也不是定值 K 是任意值 所以沒有唯一 它本身也不唯一 不過很重要的 這邊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所代表的意思是說 Y of S 是不可能寫成這個 Y of S 的解呢 只能用什麼表示 只能用這個表示 所以我們這一張裡面呢 我會說 Solve the problem 對吧 那你們要拼命找這個解 還是要找這個解 不知道 但能夠找到這個解 那當然就沒事了 對不對 那你有可能找到的解是什麼 是這個解 OK 你不可能找到這個解 是有可能的喔 你有時候這個解是不存在的 你就必須用這個方式來表示 OK 這叫做 IMPRICIT OK 所以從這一張開始呢 你們寫說 這是它的解 已經不再像前面幾張了 Y of T 等成多少T 多少T 多少T 沒有 你可能必須寫出這種解 叫 IMPRICIT Solution OK 了解意思嗎 好 這是在這邊 先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我們後面 在處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來跟人家講 我得到的解 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你有 IMPRICIT 的解 還有這一個所謂 EXPRICIT 的解 沒有錯 那要是連這個你都找不到怎麼辦 這個還是 我知道有這個 我故意湊一湊還有這一個 對不對 但是連這個都不知道怎麼辦 叫什麼 Solution 叫 Numerical Solution 什麼叫 Numerical Solution 就是說 我懶得找了 我直接拿來用 Simulink 跑一跑 得到的那一條 Curve 就是什麼 Numerical Solution OK Solve by Software 它直接呢 用軟體來解 OK 那解出來的 Solution 長什麼樣子呢 它可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你要問我說 老師 那長相到底長什麼樣子 是一個什麼 Form 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 這個就叫做 Numerical Solution 工程的問題哪一種 Solution 最多 Numerical Solution 最多 OK 換句話說呢 軟體是未來大概會不斷使用 那如果是這樣 那幹嘛 我們學前面這些幹嘛 注意 信號語系統會跟你講 這個雖然出來很亂 但是呢 有一些會很線性化 有一些可以用很簡單的模式 先去把它做出來 那些工具都是出現在前面這一邊 大家學的這一塊 OK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先跟大家介紹 一到四張的理由也是這樣 因為你們後面最常用的就是前面四張的東西 接下來這些東西呢 是 夜高深的這種課程 你才會繼續去使用 所以有三種 Solution 不要忘掉了 那 Numerical Solution 因為我們會做 MATLAB 所以大家還是要會RUN 好 這是對這一個章節跟過去不同 最主要的描述先跟大家講 接著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看 到底有哪些 Equation 我們可以開始來處理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個很重要的一次方程式 叫 Separate Variables Method 我們把這些Variables 把它分開 然後開始來做 那這個方法呢 事實上你們在維基分裡面 一定是最先學到的 所以我們在維基分裡面 一樣是先彈這一塊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Y'X可以寫成G'X跟HY OK 他可以把這一邊跟這一邊把它分解開來 這兩個分解開來 那請問怎麼辦 如果是這種情形的話 怎麼去解這麼一樣一個方程式 而且這個維基分方程式所用的方法就是 可分離的 Separate Variables 為什麼它可分離呢 原來他發現 Y' 等於這個右邊呢 真的可以把 XY 分開 將來你們現在已經開始在用 尤其在後面電磁波的部分 通常我們認為 那個電廠本身是 XY 獨立的 所以你會把 X 跟 Y 把它拆開 會把它拆開喔 所以這種情形之下呢 就會有這種類似的一個現象 碰到這個式子呢 我們最常用的方法 事實上就把這個搬過來 也就是說 Y' H over Y 會等於 G of X 這是我們最常用的方法 那這個 Y' 事實上是 DY DX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 DY H Y DX 是在底下搬過來 所以是 G of X DX 看到嗎 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只要這一邊可積 這一邊也可積的話 我們就得到我們要的解 換句話說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兩邊同取積分 只要對它同取積分 這一邊積出來會是一個 Y 的函數 這一邊積出來會是一個 X 的函數 是分開的 但這一邊的表示可能很亂 所以這種 Solution 叫什麼 Solution Impriced 還是 Explicit Impriced OK 不明確的 這邊 TRI 不是 Y 喔 這是一個 Y 的函數 所以這是一個 Implicit Solution 有沒有可能變成 Explicit 當然有 只要這一邊長相不要那麼奇怪 我們自然就會得到 那這是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底下我們稍微用一個例子來看 來這個怎麼解 這樣怎麼解 搬過來對不對 那這一邊先把它寫成 DY DX 然後兩邊搬一下 是 Y 然後 E 的 Y DY E 的負X DX 搬一下 對吧 然後在這一邊同取積分 好啦 請問這個是什麼 Yah 可以 bypass 對吧 那結果你發現它是這個 OK 為什麼 因為這個再怎麼 怎麼 怎麼 一定會有 Y E Y 嘛 看到嗎 所以 而且它是對 Y 的不是對 X 所以你要直接對 Y 做 因此你對它做的時候 你也可以發現這個微分的話 對 Y 微分 對 Y 微分的話 會有一個 E Y 所以 這邊對 Y 微分就是負的嘛 對吧 這要是 E 啦 那減掉 E 剛好拿掉 所以它剛好會等於它 OK 看出來嗎 這是觀察法 對不對 錯了 因為我剛剛上課之前 看到答案 OK 那怎麼做 一樣 用 by part 的方法做 OK 好吧 所以我一直在講 從這一段開始 你們的什麼功力會大增 微分的功力要大增 好吧 那開始來 所有的微分工具通要進來了 那這一邊 這個負的 E 的負 X 但不要用它加上一個 C 對吧 C要由誰決定 初子決定 所以你把 0 帶進去 負一 這邊是 這 0 X 是 0 對不對 這是 Y 0 的時候是 1 所以 1 簡 1 這是 0 OK 0 這是 1 所以 C 等於 1 Y of 0 等於 1 會使得 C 等於 1 注意喔 Y of 0 等於 1 是 X 代 0 所以這 X 代 0 這是 負 1 OK Y of 0 的時候 Y 是 1 所以這是代 0 還是代 1 這代 1 所以這是 0 因此 C 減 1 要等於 0 因此 C 是等於 1 好 這是一個 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是這個長相 請問 這個是 implicit 還是 explicit 當然是 implicit OK 如果很理解說 大家一定要幫它寫成 5 of x 太難了 太難了 好不好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 implicit solution 好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下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也是在工程裡面經常使用 這一個水塔 這水塔呢 上面一個水位高度是 H 那這邊有一個洞 那這邊洞呢 這水會往下流 OK 那水往下流的時候呢 它這一個方向叫 X 這一個我們叫 drain hole呢 它本身的 area 是 A 它一個面積呢 叫 A 那這一邊的半徑呢 是 R K 針對這麼一個水塔 那它要問呢 你去 跑的時候 這一個高度 會有什麼變化 這高度會有什麼變化 那我們現在稍微來看一下 你要去列這個式子呢 到底要怎麼去列 那 一列下來以後呢 後面計算比較重要 所以 從這一邊呢 VM方程裡面呢 在這一邊的技巧 主要是後面那個解題 但 學到最後呢 很重要 我常常也拿一個 過去 有時候會跟一些學生 他們回來 因為他們都在廠商做事 我常常問他 你們認為 在現場上 有哪些 什麼樣的人才 在你工作那麼多年 你認為什麼最重要 大家知道什麼最重要 物理最重要 所有的東西呢 你不可能只面對電機的問題 你也不可能只面對機械的問題 但不論是你要一個領域 都必須學什麼 物理 所以你們物理真的要好好學 OK 那這個事實上 真的講起來 他也還是算物理範圍 對吧 那為什麼算物理範圍呢 因為我們碰到這種東西 馬上要想辦法來寫他的model 就跟一個電路一樣 你剛才寫你要有 component equation system equation 這個一樣 這個要component equation 要system equation 那那個component equation上面 事實上他講的就是 在那個區塊上面 我到底怎麼樣去描述 用數學來描述這個model 那從這一邊呢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叫做 a dx 這裡有一塊面積 水流下來 當他走了dx的時候 這個就是他的體積 OK 這是他的體積 那這個體積呢 你留下來的體積當然是 上面減少的體積 這邊減少的體積 那這裡減少的體積 這裡有一塊面積 對吧 所以他會等於 πr平方 同樣是一個面積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一樣會有dh 可是這個h 是由這邊往上看的 OK 這邊是0 往上看 因此呢dh是負的 那這邊當然要灌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正的體積 才會等於這個正的體積 OK 基本上呢 他是 可以寫出這麼一個等式 在這等式裡面呢 我們首先呢 可以對他做 一個dx的處理 微分 好 所以你會得到 -πr平方 dh dt dxdt呢 事實上這是一個速度 所以呢 你會看到 這是av -πr平方 dh dt 到這邊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必須 去看一個叫做 Torichelli Torichelli 這個raw裡面呢 他利用博弩力定律 跟我們講說 這邊流出來的 這個速度呢 會等於 2gh 跟這個高度有關 那博弩力定律裡面呢 事實上還必須推啦 另外一個就是 這一邊的r夠大 這個面積呢 圓大於這個面積 換句話說 這上面的速度 非常非常小 在這種比較之下 你會得到這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近似值 這是一個近似值 那這一部分算什麼範圍 物理範圍 好不好 自己去找 OK 你們應該看得懂了 博弩力定律呢 上網隨便找應該都有 所以當我把這一個v 帶到這裡面來了以後 會得到 a的根號2gh 會等於 負πr平方 然後是 dh dt k 那h本身呢 是h of t 所以 這邊如果要寫得更詳細一點是 他是隨時間改變 那我們這個單元要學的是什麼呢 separable 的一個valiable 對吧 就是分離係數法 method of separable valiable 根據這個方法 我們必須把 有h的放一邊 把t的放一邊 所以 在這個地方呢 大家可以稍微搬一下 你會得到 dh 根號2gh h 把這個搬過去 然後把 t的呢 放在一邊 是 這邊搬過來 這邊搬過來 是 帕牙平方 然後是 a dt 我們會得到呢 這麼一樣的一個 式分 separable 對吧 這邊只有h 這邊只有t 那再來要做什麼 兩邊 積分 兩邊積分 所以呢 你會發現呢 當我同取積分的時候 會得到 這個式 好 會得到這個式 那這個積分 會等於做什麼 什麼樣的式子 h是變數喔 這是dh 對吧 微分以後會是h的-2分之1 這個 這是h的-2分之1嘛 微分 積分以後會得到某一個東西 那它微分以後會h的-2分之1嘛 所以是h的-2分之1 h2分之1 所以呢 這個式子呢 你去推它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一定是根號h 那它原先有的是根號2g 所以 根號2g我保留不變 根號h 哪一個東西微分以後呢 會等於根號h1分之1 所以根號h微分以後會得到多少 2分之1的根號h1分之1對不對 那既然有2分之1 所以這邊要得到 多一個2 所以這邊積分會是這一個 另外那一邊積分的話是- 太亞平方at OK 但這兩個積分 會構成一個constant c 所以這一種所謂不定積分的方式呢 就會用這種方式跑出來 這邊要先平方 所以是g分之2h 會等於負的 太亞平方at 加 c 平方 所以h會等於2分之2g的 太亞平方at 減掉c 平方 應該這樣才對啦 那如果說呢 h of 0 再 h0 就是說 我的原始高度呢 是h0 ln 我們會發現呢 h0呢 因為這0帶進去是拿掉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會等於2g的c平方 換句話說 c會等於 根號g分之2h0 所以呢 你把它寫下來呢 會得到這一個式子 根號g的h0的平方 好 應該是長這樣 那 你可能會認為說 這裡加的不好嗎 這加的可不可以 這邊 c的方式應該是正負啊 對吧 加的可以嗎 不行對不對 加的意思是什麼 隨著時間增加 它會不會越來越減少 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 你可以看到呢 你只有用這種方式 才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寫法 所以 在判斷這些 就跟當初我們在講說 這個初子 在這個地方到底存不存在 並不是說 因為他寫在那個式子 就存在不是 而是 實際上的系統裡面呢 它到底存不存在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是一個前提 你必須根據那個前提 來判斷 OK 用這個例子呢 是在物理學裡面 經常使用的一個例子 因為它牽涉到波濃力定理 我相信你們應該也有機會看到它 後面在做很多工程上的解釋的時候 這個例子也經常會被使用 甚至在研究所很多課程 它還是會被拿出來用 OK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方法就是 從原來我們講的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 COD的一些方法 到這一邊都不適用了 到這個地方 你要判斷 當你可以separable的時候 我怎麼做 這就是一種對吧 那你判斷完它可以separable以後呢 當然很高興 分開了 再來什麼 你會不會積 你如果不會積 還是會出問題 所以積分的技巧呢 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為什麼說 一定要先學過一些微積分技巧 不然到這一邊的時候 後面的會很麻煩 那同樣的 並不是你碰到的所有的方程式 你都能積分 這是大家注意的 那換個角度上看 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碰到的方程式 有沒有一定能積分 一定能積分 為什麼 因為我一定算過 OK 不會讓你說一定能 造成一些困擾 不太可能的 那你們只要 就跟你們在學微積分一樣 老師出了題目 能不能積 大家都說可以對不對 是不是一定好積 不一定 那這時候老師怎麼辦 叫你回去查什麼 後面的微分表 你們後面微分表有幾頁 你沒看過 後面微分表你去翻 一般的書至少十頁以上 OK 那你到圖書館去翻的話 微分表是幾頁 幾本知道吧 叫幾本不是幾頁 每一本都這麼厚 那叫微分表 OK 那有很多很多東西呢 必須用其他方法做出來 那 這一個叫做separable variable 的一個 method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方法 叫做exactness 還有potential function exactness 中文怎麼翻的我忘掉了 它就是一個 exact就是準確的 符合的 正合的 對正合性 正好符合的一個特性 那這正好符合一個特性呢 會導出一個叫potential function 這個potential function叫做 位能 叫做能位面的函數 叫做能函數 位能函數 這個在物理學大家都學過對不對 位能函數有一個什麼特性 什麼叫位能函數 它只隨著位置有關 不會跟它的速度之類的有關 所以你在空間中某一點的時候 它的位能是固定的 可以看到位能是固定的 這叫位能函數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類似一個性子 那針對位能函數呢 我們所要看的呢 事實上是這一個 是y' 這是一個 也是xy 這是一個f的xy的函數 那這個fxy呢 事實上 我們可以把這個式子 改寫成什麼呢 改寫成m的xy xy加上 n的xy y'等於0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呢 要處理的一個函數呢 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函數呢 它可以改寫成這樣 為什麼可以改寫成這樣呢 事實上它的意思就是說 fxy呢 它可以變成 這等於除過去對不對 所以是m的xy m的xy 但是事實上是一個負號 你可以呢 寫成了這個式子 當你f of x 是長這樣 你就可以畫成這個式子 那畫成這個式子呢 還可以怎麼畫呢 它可以畫成m的xy dx加m的xy dy等於0 ok 因為 y'本身呢 是 dydx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個differential呢 來處理 把它分開 那跟著呢 就開始引入 所謂的partial differential 偏偏 偏尾 要開始進入偏尾的一個階段 那它就講啦 如果 有一個條件 m的xy 剛好是某一個函數 xy 對 x的partial 現在我有一個函數喔 這個函數叫phi的xy 它對x做偏尾之後呢 它會等於mx 然後呢 這個函數 如果對y做偏尾的時候 剛好會等於mx then 你就會看到一個式子 這邊叫做partialxy partialx dx 加上 partialxy partialy dy 會等於0 我們就可以變成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式子 事實上是d的 y的xy呢 等於 會變成這個式子 這邊看懂嗎 你們現在片尾學了吧 啊 片尾還沒寫 我好不容易把它擠到第六周來了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個會跟這個 差別在哪裡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個東西呢 會等於這個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好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一個函數是跟xy有關對不對 但是我要產生一點點變化 我要產生一點點變化 那這一點點變化呢 它是什麼引起的呢 他說你xy既然是獨立 所以這一點點的變化 當你x產生一點點變化的時候呢 當你x產生一點點變化的時候呢 你的微分長什麼樣子 這邊就乘到這裡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那這樣講當然還是廢話對不對 那你可以用畫圖去做 但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 這一個 是 假設這樣 這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xy所構成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會想說 那這個如果變化一點點的話 它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什麼叫變化一點點 我們當然稍微來看一下 這邊如果對x變化一點點 這什麼意思 這會變成多少 2x加2y 會嘛大家會對不對 OK 沒有問題對吧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y constant y不變的時候 y不變的時候 好來 那再來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 對y嘛 對吧 這沒有 這是2x加6y 這是x當 constant 那這個寫 並不是說y叫 constant 是當y被視為 constant的時候 把它當常數的時候 它是長這個樣的 OK 那這種做法到底在幹什麼呢 事實上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假設呢 xy 它都是t的函數 那麼你如果對這個phi 對t做為分的時候 它會是什麼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拿這個當例子 這個如果對t做為分 它為什麼 會變什麼 那邊對t做為分 x是一個物理量 y是一個物理量 他們都會隨著時間t改變 對吧 那我改變一點點 我隨著t來改變 那那一邊呢 會變什麼 x平方會變多大 2x dx dt 對不對 第二項呢 2x dy dt 加2y dx dt 對不對 還有呢 第三項 6y dy dt 對吧 這大家都會 對吧 好 有這一項以後呢 我們把什麼呢 把dx跟dy都把它 集中在一起 dx集中在一起 變多少 2x加2y的dx dt 2x加2y在哪裡 在哪邊 對吧 再來呢 把dy都放在一起 2x加6y dy dt 在哪邊 ok 當你在算這一項的時候 是看x對吧 當你在算這一項的時候 看y 所以你看 那你做這一項也看x 但把y當什麼 當常數 這一項是把y當常數喔 那這一邊也是一樣 這一邊是把x當常數 換句話說 這一項是把這一個phi 這一項會等於 我是把 這一個xy呢 是對 y當常數 dt 加上 y的xy對y 這是dy dt 可以看出來嗎 這一個會等於 這一個 t是 xy的一個變數對不對 對 如果我們把它拿掉 不看的話會變什麼 d的phi xy 這樣xy是隨著t在改變的喔 他們兩個都會變動一點點 會變成什麼呢 partialphi xy partialx dx 加上partialphi xy partialy dy 兩邊你把 dt 約掉 看到嗎 這叫做偏尾 所以偏尾不是一個很難的概念 它只是一個微分技巧 你們平常沒有用過 有 什麼東西 嵌入了 x平方的話怎麼尾 2x x'對不對 一擠一擠往下推嘛 2xy的話怎麼尾 2xy'加2yx' 你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有把某一個當常數的動作 基本上已經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就把它當常數的一個動作 當你有做這個動作 就叫偏尾 就叫偏尾 換句話說偏尾主要來對付的都是xy乘在一起的 兩個合在一起的term 只要碰到這種term 它就會有偏尾概念 因為你們在微分的時候是這個微這個不微 另外這個不微這個微 ok 那個就叫偏尾